先说一下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现代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经验过程 现代性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所谓现代阶段 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对于资源的开拓能力 以在资源开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类财富 这本来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解释 但是麻烦在于什么呢 当它和人类的所谓资源开拓能力结合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看封面上这张图 人类如果要想达到现在最现代化的美国这样的现代化程度 按照资源计算来说呢 人类需要至少四个地球 也就是说呢 所谓的现代化这样的一个经验过程 只可能在少数已经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实现 因此呢 大家可能就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华盛顿共识 它所表达的基本内涵 就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这些国家和族群 主要是人类社会中的白人 这些人呢占目前全人类总人口的大约20% 当然也包括日本 那其他80%的族群 是不可能被纳入现代化的过程的 所以20%指的是像美国这样的 那如果要是这个现代化的目标被作为全人类的目标 那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一个约束 就是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支撑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 大家可以看这是按照英国的标准 那还需要增加两个半地球 如果按照阿根廷的标准 按照印度的标准 相对来讲比较低 需要0.4个地球 按照中国的标准 正好是需要一个地球 也就是说以中国现在达到的所谓发展程度 如果全世界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程度来努力的话 那么这个地球刚刚够人类来消耗它的资源 这是西方的计算结果 这个结果到处在使用着 我把它拿过来大家看看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都把这个现代化作为目标 但是对于人类追求现代化这个目标的主要约束来说 我说主要约束不是主观的 甚至不是制度的 而是客观的资源条件的约束 先把这个概念放在这儿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今天人类社会是这样严重的不公平 那我刚才提到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呢 它背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西方的智库 这些所谓policy think tank 所做的研究 其中有些呢 是密而不宣的 那就是认为呢 为了让 为了保住 现在已经达到现代化的 以白人为主的族群 所享受到的资源 那人类世界的所有秩序和制度安排 都应该服务于此 听懂了吗 服务于少数人 占有资源 享受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水平 而多数人 80%的人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 今天地球上所发生的各种冲突 大多数还集中在对资源的控制 以及对资源运输通道的控制 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发生冲突最密集的地区 往往是和资源最直接相关的地区 现在所发生的叙利亚的冲突等等等等 土耳其等等这些 包括北非的 基本上是环绕着这个资源地区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伊拉克必须被灭国 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某种程度上呢 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是一个公开的谎言 今天还有谁在相信呢 没有人相信了 像这样的国家 为什么一定要灭国呢 那么大家可能说呢 尽管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它是一个极权国家 它也应该被灭国 因为它制度不好 这又派生出来其他的解释了 但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石油出口国 在欧元问世以后 曾经和其他几个国家一起称欧元 就是它的石油出口结算用欧元结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像伊拉克这样的 每年有好几百个亿的石油出口 按美元计算石油出口几百个亿的贸易英余 那如果这几百亿美元的贸易英余 只用欧元结算 不用美元结算 那就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我们讲以前讲到伊拉克的故事的时候 说不管它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也不管它的制度是好是坏 这样的敢于抛弃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的国家 被灭国是必然的 因为所谓的现代经济 其实是金融资本经济 金融资本经济的最主要的矛盾是内生性的 就是金融资本集团在金融资本的市场份额上的竞争 所以当我们看到所谓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除了我们看到的资源约束之外 我们还应该看到什么呢 看到所谓现代经济 就是金融资本经济的竞争 本身也很难说 是由某种所谓公理正义等等 这是人类一般要求的东西 恐怕也很难说 当人们说到所谓发达和欠发达的时候 人们很少关注 这是一张人类的所谓生态足迹图 在生态足迹的一张图上 美国在这儿 它是人类发展指数最高 但是它的生态足迹 也就是它占用的生态比重是最高的 生态足迹是有一个国际标准 叫做人均两公顷 也就是你消耗掉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草木还是什么 你消耗掉自然资源应该在两公顷范围内 其实也就是非常巧妙地吻合了中国人古老的一个话 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你的消耗就是三十亩地的产出 这是人类不超过地球自然资源再生的速度 维持得住生态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人类发展 美国大大超过了 美国在这儿 其他发达国家基本都超过了 在合理区间的 就是人类发展指数 大家注意教育医疗等等 这些人类发展指数 包括养老所有这些 这些达到最高层次的 并且它的人均生态足迹在两公顷范围之内的 这个国家 能想象到吗 古巴 古巴被当作欠发达国家 但是古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社会保障水平 就是人类发展指数 它是和发达国家是看齐的 所以你看发达国家 比如美国在这儿 其他都是西方的发达国家 唯独有一个发展的国家在这儿 就是古巴 它是坐落在绿色区间的 它达到了人类生存的可持续的水平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现代化角度来说 那也不能只看经济指标 因为经济指标很可能意味着 你消耗了过量的资源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去过美国 或者在美国生活过 一种非常无节制的消耗 它不关灯不关空调 对资源的浪费程度是你不可想象的 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大学 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 我们那个研究所是一栋独立的楼 我晚上走得最晚 我早上去得最早 我是跑步去 晚上跑步回来 我走的时候我要把灯关了 把空调关了 结果办公室的这些工作人员 第二天早上非常不高兴 问谁把灯关了 谁把空调关了 我说我关的 我告诉你不能关 我只好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不关 也就是浪费程度 不是一个理性的感觉 但是当时也许我们从中国人 这种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的国家出发 我们老是讲究 中国人这种资源节约的理性 这个是未必符合人家的要求 那你确实你感觉到 这个发达国家的病态 它未必就真的是 值得你们去好好学的 我们看到古巴不是这样 尽管它的经济水平并不高 但它的人类发展指数 居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并且它的物质资源的消耗 是符合联合国给定的标准的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 比如说幸福指数来看 那实际上最幸福的国家是哪啊 你们知道吗 应该知道对吧 不单呢 听说过吗 这个民意调查测验的结果 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不单的 而不是现在这些相对比较 经济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国家 这个事情就很怪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只是说 有这些现象 可以你拿过来参考 想想人类社会到底要什么 所以这儿呢放两张图 我们也都知道 美国儿童60%以上有肥胖问题 我们也知道上海儿童也差不多都有 60%左右有肥胖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发达很可能是一种病态 而欠发达者呢 恐怕也是一种病态 规矩到根本上 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 基本的特性是贪婪 这个贪婪的特性 尚未有思想体系 理论体系 制度体系 来予以约束 人们似乎有意无意的 在鼓励这种贪婪 人类当它不能有效的 用自己的自觉思考能力 用理论和制度的建构能力 来约束人类贪婪的时候 当这种贪婪被无度的扩张 说甚至可以到外太空 你可以到宇宙中去获取 你所需要的所谓资源 空间 这种提法都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而不断发展的时候 你会发现 闹了半天 科学和技术 也成了人类贪婪的食谱 伺候着人类不断增长的 所谓贪婪的欲望 难道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开始提出反思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 而这些反思逐渐逐渐成了 现在一些并不主流的社会运动 所以我希望年轻人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 关注一下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的另类的思潮 和另类的社会运动 这样方便我们更多的去对这个世界增加思考能力 我们讲到了贫富两极分化 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是什么 我这张片子试图告诉你们说 这个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是制度成本被弱势群体所承担了 而制度收益被强势群体所占有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国家 这似乎都是一个很难摆脱得开的规律性的解释 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容易 因为你面对的这样一种制度成本被弱势群体承担 制度收益被强势群体占有 面对这样一种贫富两极分化的客观结果 人类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能改变吗 不能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法减少成本 所以我们看这给出的分析 我们说政治上越是现代化的国家 它的制度成本越高 就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 越是接受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 它的贫困率就越高 你们可以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越是政治现代化 制度成本越高 我们举个例子 政治现代化大家都比较公认的是美国 那它能维持住它的制度成本吗 不太可能 奥巴马的一改 美国现在所提供的所谓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这些需要极高的成本来维护 因为维持不住 所以才有奥巴马政府连续发债 从他接手政权开始 提出债务上限不超过四万亿美元 到他交出政权的时候 八年任期内 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增长了十万亿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社会成本的开支 以他现有的收益 包括通过税收来占有收益等等 不足以覆盖 所以不得不变成一个高负债国家 我们如果看西方的所谓现代化的体系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现代化的体系成本是低的 而发展这种国家 如果接手的是西方的这种高成本的上层建筑 往往就得靠西方国家给他补贴 我去做过几个非洲国家的调查 比如说我们去马里 去肯尼亚 去几个非洲国家 你会发现 他想维持按照西方模式构建的现代政府 那只能在首都这个小小的城市圈里边 一旦稍微往外 哪怕你走路走 多走几步 出去就是部落社会了 但当他作为一个原来的殖民地国家 争取到独立的时候 他只能接手原来宗主国 也就是欧洲人留给他的政府体系 现代的警察制度 现代的教育制度 现代的法院制度 现代的政府议会制度 现代的媒体制度 所有的东西都只在首都这个圈里边能存在 离开了就不能存在了 这套现代制度 靠他自己的经济 就是这种部落制的经济能维持吗 不能 所以干嘛呢 只好向原来的宗主国伸手 你要补贴给他 所以很多非洲国家 作为贫困国家 它的负债 往往不是因为发展 而是因为什么呢 它接手的原来的那个上层建筑 那个政治体制成本太高了 他们负的债 是维持政治制度的债 这点 我说都一样 跟这个发达国家也一样 因为发达国家维持现在这套现代上层建筑 维持这套政治制度 维持社会制度 这套体系 同样是极高成本的 一旦经济危机到来等等 经济进入萧桥阶段的时候 税收大幅度下降 不足以支撑 那就只能借债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 这个事不是想不想要 就不是一个主观的问题 我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而是一个客观的 你有没有条件来维持 能不能支撑得住的问题 还得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 或者叫做发达国家 已经在金融资本阶段成为主导国家了 那在这个阶段上 什么样的国家 能够维持现代化的上层建筑 维持这套政治体系呢 就是那个 自己本国的货币 是世界结算货币的国家 那就是美国 因为他的货币是世界结算货币 所以他可以靠增发货币 让世界各国都用他的货币来结算 世界各国都用他的货币来当储备货币 所以他可以靠增发货币来维持得住 他的经济发展 他能维持大约1.2%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我在以前的课上跟你们讲过 我说 Trump跟奥巴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跟你们讲过 原来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也想make change 这个change和make US great again 是一样的道理 只不过奥巴马还比较认全球化的 所谓自由货币体系 而Trump是认为 这个体系本身就是造成我 没法搞实体经济的 所以他要改变这个体系 他们的差别无外会就是这个 无论怎么看 根本原因都在于 因为金融资本只能让少数人获利 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经济 才能通过雇佣劳动力 而让多数人获利 多数人获利当然就有所谓的购买力 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不论谁当政治领袖 也不论是在中国和美国 像这样的维持实体经济 构成良性循环的这种政治诉求 或者叫做政策诉求 都是客观存在的 只不过你有没有能力 能不能实现得了 那我们再接着看 这下边的第二段 我们说在经济上 越是经济结构高度化的 现代经济体 它的贫富差别的基因系数就越高 美国是经济结构最高度发达的 现代化国家 它的第三产业占比高达87% 香港是82% 都属于高度发达的经济结构 但越是经济结构高度化 相反带来的基因系数就越高 香港的经济系数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在五以上 美国也在五以上 经济系数高到四 就属于贫富差别 严重不平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了 那我们如果去看经济结构高度化的国家 我们发现高度化 其实就是经济结构现代化 经济上越是现代化的结构 它的贫富差别 和经济系数反而是越高的 也就是说 我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 政治上越是现代化 债务越高 经济上越是现代化 贫富差别越大 我想大多数人不会这样讨论问题 因为无论在哪 现代化都是被人们认可的目标 都具有高度政治正确 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质疑 现代化是带来问题的 所以当我们在这儿讨论解构现代化的时候 特别是全球化的现代化的时候 我想大家未必能跟得上我现在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正常的 或者说对于我现在做的这些分析表示有疑虑是正常的 我没有任何奢望要求你们跟着这个思路走 我也不要求大家必须得接受 我只是说可以质疑 应该讨论 所以我提出的东西可能大家听了有点怪怪的 但实际上它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北朝鲜会不会被美国给灭掉 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北朝鲜的命运跟美国的命运是一致的 我这么说你们可能听起来觉得好怪怪 怎么会呢 金氏家族追求的是什么 现代化呀 一样啊 美国追求的是什么 现代化呀 不论美国谁当总统 他是不会放弃现代化的目标 对不对 他是要维持他现在达到的现代化水平 嗯 而如果我们把现代化 把它稍微分解 我们就说工业化加城市化 就是现代化的主要内涵了 嗯 而北朝鲜 人家早在8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它的主要国民收入早就不来源于农业了 大部分人口进城了 70%以上的北朝鲜人生活在城市 比现在大陆中国那个百分比较高的多 大陆中国现在实际上能够在城市真正定居的人大约就是百分之四十几 北朝鲜80年代就达到了70% 同理我说美国人也是很早就达到了从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 美国的实体产业移出 金融经济成为主导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经济结构也是世界最高的 我说北朝鲜的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最高的 美国在发达国家是最高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上去了 这故事告诉大家 他们都遭遇到了上去就下不来的困境 为什么说他们俩的 这两个国家的困难是有一致性的 上去了就下不来 这个道理呢 说起来不复杂 北朝鲜的人大量进了城 当他们变成城里人的时候 让他们再去务农 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所以当过去 我讲80年代苏联没有解体之前 整个苏联的西伯拉地区是缺少农产品的 北朝鲜正好向苏联西伯拉地区提供农产品 他就能换来好多工业品 包括汽车 托拉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械 换来机械他就可以把人送到城里去了 所以那个年代应该说对他们来说 当换货体系还存在的时候 北朝鲜并不困难 苏联一解体 大家知道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 苏联解体之后跟着解体的是两个体系 一个体系就是换货贸易 过去大家是用食物产品互相换 计个账不用货币的 再一个就是苏联国内的卢布体系坍塌 就是两个 一个换货贸易体系 一个是国内的卢布体系 这两个东西塌掉了之后 那他就没法做交易了 所以就北朝鲜再有农产品 他也换不来汽车托拉机了 好了 你把你的农业机械化了 很现代 它一个半岛型的山区 上六万多台套大中型的农业机械 那个农业机械化的程度 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但突然没有石油了 没人给它提供零部件了 它的托拉机就不能开了 所以托拉机不能开了 靠剩下的30%人口 拿锄头能种地吗 你们可想而知 这个问题摆在谁面前 都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不可能 而且你还得用30%的人 用手工劳动去种地 来满足那个70%的生活 在城里的人的食品需求 这可能吗 也不可能 现在化的机械化农业 突然因为没有石油停掉的时候 北朝鲜回不来了 所以多次给大家讲这个故事 就是现代化未必就意味着都好 你搞了现代化农业 很可能会意味着某一天 是一场灾难 北朝鲜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典型的案例 可能很多人会说 那古巴为什么没这样 其实古巴当年也差不多 有严重的困难 但是因为它地处热带 它的生物多样性是自然天成的 所以尽管当时没有什么粮食 因为它是以生产甘蔗 蔗糖出口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 苏联一解体 原来过去整个苏联东欧体系都分配 古巴生产的蔗糖 它这个体系垮了 没人去要古巴生产的蔗糖了 那它的老百姓就没粮食了 那怎么办呢 每天每人几根香蕉 因为它是热带地区 水果至少还是树上都能长的 对吧 吃点热带水果这样 即时的调整 调整到和生物多样性结合 去搞生态农业 所以古巴经过两三年调整之后 变成了世界上得到联合国的奖 生态发展的这样一个奖 因祸得福了 转过来了 而北朝鲜则不同 北朝鲜它对应的地理位置 相当于中国的吉林 是个比较寒冷的地区 一旦没有汽车了 就没法往外拉煤了 一旦没有拖拉机了 就没法翻地了 既种不了粮食 也拉不出煤来了 现代化的教训 很少有人谈 只有像我们这种 比较另类点的学者 才告诉大家 现代化是有代价的 现代化是有成本的 现代化是有教训的 咱给大家讲这个道理 当然你可能会看到更多的 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这些我们不否认 我们只是说 既有成本也有代价 只不过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 从来都是成本 由少数亿集团占有 强势集团占有 弱势集团只能承担代价 现代化不论是否工业化 都是人类近代史中 一个资本和风险 同步向城市集中 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 什么叫现代化 给出了一个判断 你搞了工业化 没搞工业化 都可能有现代化 只要你进入城市化了 城市是什么呢 城市在现代经济阶段 就是一个资本与风险 同步集中的过程 这个理论上的概念 比较绕口 什么叫做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 英文讲很简单 no pains no gains 如果说从自然科学角度讲 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有多大的作用力 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说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那就是收益和成本是对等的 这点大家都不会否认 对吧 那一样 当你每次积累一份资本的时候 资本就是你的收益 那风险是什么呢 风险就是你的成本 在风险没有被集中起来之前 那是农业社会 当进入城市社会的时候 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 一旦 这些风险积累的一定程度 就会表现为危机的爆发 它不断在积累 它并不说 我每一份资本的收益 我都对应着支付掉这一份风险 这一份成本 这个成本 你可能当时没有支付 但它累积在那 什么时候你要支付呢 危机爆发的时候 所以因为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等式 就是成本收益对等 这是个基本等式 no pains no gains 谁都知道 这本来是常识 这个社会为什么发生大量社会动乱 是人们在危机爆发的时候 没有谁愿意静下来去分析 这个危机是怎样被风险的不断累积而促成的 今天香港出现街头政治 人们上街去抗议 抗议的什么呢 也许抗议的是房价太贵了 也许抗议的是得不到社保 也许抗议的什么 但是很少有人去认真地分析 你抗议的今天这个现象 它是怎样累积成这样的 最初的始作用者是怎么回事 谁是最开始造成这个问题的 也许造成这个问题的人 恰恰在背后 他在做某种安排 以始的成本可以顺畅地转嫁出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 特别是政治集团 政治性的利益集团 他们所开展的很多政治活动 都有如何转嫁制度成本的背景 表面上说的很冠冕堂皇 实际上无外乎是掩盖着 对弱势群体 对弱势国家转嫁制度成本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分析 我们说现代化是什么 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资本和风险 不断地向城市同步集中的过程 收益 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的情况下 他并不愿意拿出来做对社会大众有好处的事业 我们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 还有我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香港是一个缺水城市 对大多数人来说 现在吃珠江水是一件不安全的事情 因为珠江水已经污染了 那为什么人们就说香港的收益这么高 它属于发达地区 它为什么不把收益拿出来一部分 用来建水库呢 为什么不满足香港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 让大家喝上安全的水呢 是因为这部分收益 不是大多数人占有的 少数利益集团占有这部分收益 是不肯吐出来的 那宁可大多数人继续从大陆供水 那当然就会代表着 说我代表大多数港人 要求你们给我不仅供水 还得给我处理污染 然后你们还得补贴 等等 就很多很多这个要求呢 似是而非的 显得它是代表大家 但实际上背后呢 代表的是少数利益集团 因为少数利益集团占有的这个收益 是不可能拿出跟大家分享的 现在香港这个社会 现在出现的这个贫富两极分化 其实是一个恶化的过程 人们也很少去关注 任何一个现象背后 到底有哪些制度原因 是我们没有认真去分析过的 所以我讲到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 人们看不到成本是被转嫁出来的 而我一辈子的研究 就是一句话 叫做成本转嫁理论 就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做了一辈子的研究 就是这么一句话 告诉你们成本是被转嫁的 所有的发达 所有的富裕 都带有没承担 他应该承担的成本的内因 好了 接着我们说 当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 接着往下说 就是说资本 不论什么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 私人所有制 不论什么所有制 都是人类在资本主义 一段制造的 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 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 就资本是个异化物 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 什么异化物 反自然的 打个比方 当资本要求资本化人的时候 你们都是学生 你们为什么受教育 因为教育是把人改造为 人力资本的工具 你们要花很多钱 来被这个工具改造你们自己 改造你们什么呢 把你们的自然属性剥离 我们再往下看 什么是政府 同样是人类 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 所制造出来的一个 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 政府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说 政府是个工具 特殊意义上说 政府是暴力机器 是被人类制造出来 由少数人控制的 反过来 异化于多数人的 一个异化物 所以因其反过来 强制性的统治多数人 而无论如何改造 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 公平和公正 我们说往下再看 制度变迁 不论在何种意识形态之下 制度变迁都是原来 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 为了更多占有收益 并把形成的风险 及其代价 向外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能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变成强制性变迁 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变成幼质性的变迁 成本如果能转嫁出去 让你接受 那就叫做幼质性变迁 因为你接受了 如果我把成本转嫁给你不接受 那就强迫你接受 那就叫做强制性变迁 所以任何制度变迁 都不是承担代价的弱势群体推进的 都是原来在制度体系内 占有收益的强势利益集团所推进的 我这两天在讲 当代中国经济史的十次危机 每次其实都是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和案例 来证明这个观点 每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 一定是代价转嫁出去 否则过不去日子 但是过得下去也主要还是利益集团们过得下去 那话又说回来 你不能让他过不下去 他过不下去 当代的所谓全球竞争是国家竞争 他过不下去 你也过不下去 所以这个东西有点交缠在一起 很难把它厘清楚 但理论上我们至少可以形成一点观点 接下来我们看法律是什么 法律也是不论何种意识形态条件 都是政府统治被统治者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 主要用于保护和规范收益及分配等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 它是体现最低道德 甚至无此约束并支付其高成本的现代化制度文化 就是法律是一个 就跟经济学家说经济不讲道德一样 法律也是讲不得道德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是律师 黑社会请你去辩护 去不去 律师事务所你的原则是什么 是为一切你的客户服务 即使它是黑社会 你也会以它也有人权 在法律条件下人人平等 你也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名义去辩护 但这是一种没有道德的行为 所以搞经济的人往往会告诉你 你先把道德放一边 搞法律的人也说 你先把道德放一边 经济是一个不讲道德的社会活动 法律是一个最低道德约束的社会活动 某种个别情况下你可能会有一点道德的顾虑 但仅此而已 好了 把这些概念我们从金氏家族和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Fall into the trap The trap is modernization 他们都掉在了现代化的陷阱里 都没爬得出来 只要你爬到了现代化的一定高度上 你再想退回来 像川普想退回来 从金融资本的高度上退回到工业资本 实体产业资本的低度上 那是经济结构高度化 现在叫经济结构低度化 它会跟谁发生矛盾呢 跟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中国发生矛盾 这叫做迎面相撞 不管怎么说 把这些我们就翻过去了 我们告诉大家 其实对于人们约定俗成的这些概念 是需要重新理解的 所以我们列出了几个主要的概念 这是现代化 资本 政府 制度变迁 法律等等 大家都熟悉的这些概念 我们把它列出来 试图使人们能够多多少少增加一些理解 这个图是几年前的 我在美国的一个会上 这个会是在那个洛克菲勒家族 在他的那个山庄开的 讨论的全球贫富两极分化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洛克菲勒 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国大财团 搞石油起家 在他的那个山庄里边开这个关于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发展的国家 大家来参加这个所谓全球两极分化讨论 给出的东西是很很有意思的 就是现在在一般的说什么millionaire 没有人在在乎谁是个百万富翁了 百万富翁已经早就风光不在了 亿万富翁才能够算是富翁 每年公布富豪榜 排在前面的富豪 基本上都是在新经济领域 或者在金融经济领域 在实地产业中的很少了 这些图给的数字我就不说了 他只不过是仍然在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本身 经济越高度化 政治越高度化 贫富两极分化越拉大 只不过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看维持这样一个规律 少数国家 他们人口少 但他们占有了世界最多的资源 为了维持他们对世界资源的占有 在整个资源产地密布着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石油天然气的主产区和主要运输通道上 设了84个军事基地 世界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军费开支 一个国家 一年的军费开支 是全球军费开支的接近一半 个别年份超过一半 达到51% 那看他有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条件下 也维持在47%左右 这个国家怎么领导世界 靠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 好了那我们看 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以后 美国向全世界转嫁它的现代化成本 这张图给出的是什么呢 给出的是外国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 各自占的比例 China Japan 是两个最大的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算是发达国家 但我们却是承担美国债务成本最多的国家 美国它的上层建筑 它的法律体系 它的社会开支 负担不住了 发债 发债谁拿走呢 中国日本这样的国家 我们替美国维持着美国的高福利 我们替美国维持着美国的军费开支 这些全部是财政 都拿钱往里砸的 谁帮它砸呢 我们 当然不光是我 日本 还有这些加勒比国家 石油输出国等等 总之 中国是最多的 日本是第二的 中日两个国家 时不时的换一下位置 有的时候 日本变成第一 中国变成第二 但总之 中日两个国家难兄难弟 是替美国承担最大债务成本的 日本还有情可原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紧密型的战略盟友 毕竟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 当然也不能这么 这么绝对话的说 日本的朋友会不高兴 但是客观来说 当一个国家 本土上的外国军队 其军事实力远大于你本土的军队的时候 你就很难说你是一个主权完整 基本上属于美军的战略基地 在这样的一个控制之下 我想东亚国家 日本、韩国把他们的经济收入 拿来买美国的国债 帮着美国维持它的军费开支和上层建筑 等等 这上有情可原 因为它属于战略盟友 中国大陆 人家并不带敬你 对中国大陆有很多批评 你也去维持这么庞大的国债的拥有量 很多人对此表示过批评 当然话要说回来 当2015年到2016年 中国大陆抛售了美债 它所持有的以美国的资产为主体的储备 开始下降的时候 人们又担心了 觉得这样的话 就好像人民币就不平衡了 人民币要贬值等等 这些东西 总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希望年轻人适当的有所关注 看到这个世界范围内 这个发达国家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让你接受它转嫁出去的成本 我刚才说了 日本是因为主权不完整 它接受是正常的 那中国为什么要接受 这有一系列的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然也有相当复杂的 美国在中国所培植的代理人体系 有这样的问题 到底怎么分析 今天不多讲 只是做一个提醒 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你们既然看到香港在这 香港也是持有美债的2.33% 当美国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大复杂增加国债的 增加国债就国外来购买 所以持有者基本都是海外的 这是个比较 中美的经济发展的比较 这是中国 达到相同水平 它用了14年 美国是用了58年 就是按实际人均收入来对应的年份 表明什么 表明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速度远快于美国 如果它只用了14年就达到了 人均收入的水平的话 美国用58年达到 你们可以简单的一除 就知道它速度是多少倍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达得到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意味着乡村是一个劳动力池 是一个可以承载代价的体系 二元结构就意味着城市本身 它可以相对而言超前发展 乡土社会因为和农业和资源 是一个资源经济的再生产过程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慢的 不产生GDP的增量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今年种10公顷的玉米 明年我可能还是这10公顷 我今年收了比如说1万斤 明年可能还是1万斤 它并不创造多少增加值 更何况它一年 我春天种下去 秋天收回来 卖掉这部分 一年才交易一次 而所谓现代经济的指标体系是GDP GDP是按照交易过程中间 所形成的增加值 来计算你的所谓收益的 你的生产的增长的速度 所以越是有农业社会 越是体现不出来 你的GDP增长速度 越是农业社会越是这样 但是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性 农业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相对和谐 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你就算你再有什么本事 你说现在很多金融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都很惶恐 我们这样下去 将来真的就是条路吗 很多人觉得这个不脱底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看 这是真的 我经常会被这些金融机构 特别是投资金融 被他们请去跟他们做对话 从我讲完了我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之后 他们就会问我 你说怎么办 我说趁你还有钱 告诉家里边买块地 或者告诉你们家里 如果农村还有亲戚 千万别把地卖了 好好留着 给你留着 万一你这干不了了 你还回去能种地 至少你能survival 你说不会 比如说出了这么多年 我不会种地了 到时候都会 没有那么绝对的不会的 我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是17岁下乡插队 我原来是典型的city boy 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 我还是在大学院里长大 我当然不会种地 但是你赶上了 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下乡 我父母连同家里兄弟姐妹四个 六口人全下乡了 你不得自己种地养活自己 你说你不会 怎么能不会呢 很快就会了 所以我说我们这些经过的人 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 他能够只有这样就延续下去 危机会越来越多的紧密的不断的发生的 为什么 是因为金融资本引领的阶段 你会发现一个新的经济规律 各个国家 中央银行都会不断的靠增发流动性 扩张金融资本来烫平经济波动 因此人们似乎看不到有太大规模的波动 是因为流动性扩张 使得过去的所谓波动 往往是因短缺而造成的 不仅是这样 如果你们去看西方主要的金融经济体 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英镑体系也好 日元体系也好 再加上瑞士法郎 这个几大金融资本体系 已经达成了一个货币同盟 各个国家一旦 任何一个经济体 发生金融资本的暂时性短缺的时候 其他各个国家的金融 会立刻变成你可以调度的 你可以调度来补足你流动性不足的 这个金融资本 也就是说流动性将会是永远充足的 因此传统的危机的方式将可能不再重现 但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扩张流动性 使得金融投资者在流动性扩张的虚拟资本中 获利的这么一个趋势 因此它会使得实体经济明显的出现不景气 再加上金融资本获利只是少数人的收益提高 实体资本不景气 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收入下降 因此所谓收入两极分化或贫富两极分化 所导致大多数人没有消费能力 就会使得内需上不去 所以domestic demand 对于本国经济最具有拉动作用的内需 就是很难再提高的 所以这种经济现象会使得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 也就是生产过剩这样的经济危机 会是不断的发生的 中国现在 中国大陆所遇到的问题不是别的 主要问题仍然是生产过剩 中国人民银行 所谓央行 它不断的增发流动性 但这个不断增发流动性 只是暂时能把波动减下来 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说越是进入现代经济 其实人类解决危机的手段越显贫乏 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才说的那段话不是玩笑 年轻人现在感觉不到 并不是说你们现在就下乡中地去 但是确实有必要 保住一点资源性资产 因为最终 所有的虚拟资产 当它发生某种崩溃性的 这个事件的时候 那你赖以生存的 不是你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 赖以生存的还是 你是否有资源性资产 来支撑你的生存 中美两个国家 在所谓实际人均收入 如果用PP法做计算的话 那中国的人均收入的提高速度 比美国快几倍 客观上是因为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乡土社会 它能够承载 城市所发生的危机代价 它承载危机代价的主要方式 不是谁主观上愿意不愿意 我刚才讲到就是 我连父母在兄弟姐妹 四个人都送到乡下 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当时 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 农业农村能够承载得住 原因就是因为 它不是一个快速生产 它是一个和自然结合的过程 所以你只要是 你认同你跟自然可以结合 其实你在农业社会中的生存是容易的 我们都知道 一般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 都会有大量的失业 而这个失业人群如果集中在城市 就是社会动乱 能够把这些失业的人送到乡下去 社会动乱就不发生了 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所谓承载 承载什么 承载当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 不派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这套东西 所以它不用劳动力 那人就集中进城 变成贫民窟了 一旦出现经济危机 这次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价格大幅的下跌 从148美元一桶降到30左右美元 跌到原来零头都不够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收益就减少了 收益减少不足以覆盖城市贫困人群 贫困人群就上街了 道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这些贫困人群是不能回到农业上了 农业不再是一个自然形状的经济过程 和自然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是跨国公司组织的所谓福特主义大生产 这些东西是现代化 飞机撒药还不现代化吗 但它和人无关 当我们讲到比如像巴西出现危机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很清楚 巴西怎么回事 发生危机的时候没有饭吃 尽管它是一个资源大国 它的农业资源比中国多好多倍 人口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它为什么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都已经集中到城市了 在城市贫民窟 他们不回去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无外乎 你让你把农业变成了少数大型跨国集团 他们来占有农业资源 然后他们搞大规模生产 跟你老百姓没关系 中国之所以能够有这么稳定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还有庞大的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还能承载这些代价 所以它才长得快 发展才快 所以我们客观的比较一下 我们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外的朋友开始理解了 闹了半天 中国这个二元结构社会 还有这乡村这个劳动力蓄水池 城市是个资本池 乡村是劳动力池 也就是说我们很简单的做一个分析 就是Liverpool Capital Pool Liverpool就是一个蓄水池嘛 所以它能够相对来讲稳定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把这套东西解释清楚了 到就事情反而到简单了 为什么中国能够发展的快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有这样一套缓解危机的机制 那为什么现在整个 就是特别是在舆论界 在知识界 很少有人对中国大陆说好话 包括中国大陆自己的学者 出去以后也基本上是批评 为什么 是因为舆论的困境呢 是一个冷战意识形态的困境 什么叫冷战意识形态 这个我们把问题的实质稍微说的清楚一点 其实以前的课上给大家讲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所谓国家主义的国家 最终成为战胜国 那当然主要战败国也是国家主义的国家 主要战败国日本和德国 也都是国家主义的国家 而自由主义的国家 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 二次大战给人们很直白的一个结果 不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而是自由世界的彻底失败 最自由的法国 抵抗了几天 北欧各国 抵抗了几天 其他的 都谈不上 比利时 一般稍微小一点的国家 你抵抗的可能性都没有 很快被荡平 英国也不是说因为它成功抵抗 而是因为隔着英伊利海峡 不容易过去 所以最终我们说二次大战 是整个西方世界在遭遇到生产过程大V的情况下 自由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体系 根本无力缓解这场危机 最终是以他们的失败 搞终 真正对这个世界形成控制的 无外乎是美国这个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 和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 二战之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 是偏向于战胜国的 美国创造了一套意识形态体系 苏联创造了一套 这两套意识形态体系是对立的 而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思考 都被这两套体系所控制 各自表明自己的高度政治正确 都创建了一套宏大叙事 但是这些所谓的narrative 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实 所以我说今天人们所讨论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还仍然是伴随着 美国在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 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 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单极霸权 过去叫twin power 这是一个双头的一个权威 它还是互相之间有制衡的 一旦变成一个puller power 一个单极霸权 就没有制约了 那这个单极霸权所形成的所有的意识形态体系 也就变成了一个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体系 所以当我们今天的所谓人文知识分子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 如果你不按照美国这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来谈问题 你几乎就没有话语 你们能想象吗 我说的一切也基本上都是 只不过有些地方我把它重新做了改造 比如我讲刚才给你们出的概念 什么叫现代化 什么叫做资本 什么叫做政府 什么叫做制度变迁 什么叫做法律等等 我重新加以定义传统的这些概念 对我来说都是必须重新定义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都有一套对这个概念的重新定义 你才能表达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这个话语体系本身 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本身呢 是已经被二次大战之后的冷战意识形态所定型的 所以形塑 形塑你们文化研究经常用到 这其实就是他用一套意识形态形塑了我们今天的思维 我们很难用这样的思维来回过头来把它回欠到 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自然社会等等 很难回欠的回来 客观的看上这个过程的大家应该理解 就是说这个意识形态的困境导致现在人们的所谓一般的对话 其实都是顾左右而言他 并没有真正讨论真实问题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当把这个冷战意识形态抛开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说到刚才那张图 中国的发展速度之所以快 他14年的时间完成了美国58年的时间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也是一种国家主义 所以以前在给你们讲课的时候讲到 为什么他能够形成这样的发展方式 是因为民众是因参加土地革命而无偿得到财产的 就土地革命导致每个人以家庭人口来平均分一次土地 对吧 好了 那他在这个土地革命分土地之前 是通过战争来得到这个权利的 那就是说大家要维护这个成果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社会动员这么广泛 就是因为他和一般发展的国家不一样 打个比 我们跟印度比 没法比 印度没有搞过土地革命 印度没有完成过国民动员 尽管他有庞大的12亿人口 但这12亿人口基本上是被传统社会控制的 部族啊 部落啊等等 他是被这样传统社会所控制的 因此他的种姓制度 大家都知道这个 运动种姓制度很很糟糕 但是他不能放弃的原因是 他在传统社会中高度有效 人必须分三六九的 就是他没有被一个所谓的革命 这样的一个 这个革命是分配财产的哈 你不参加你就丢了 所以大家参加土地革命 是为了分配一份财产 那他这个动员呢 就是自然天成的 你不参加你就丢了 所以大家要参加 这个参加是连同中国所有的妇女都参加 他客观上派生的后果就是我们都看到的 中国的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世界最高的 百分之八十几 以前是百分之九十几 现在还退步了 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回家了 宁可就是在家相夫教子 不愿意出来工作了 他的妇女市场就业率下降到百分之八十几 但仍然是全世界最高 一般国家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就不错了 中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几 中国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总比重能高达百分之六十几 这也是全世界难得见到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世界各国劳动力对总人口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几 只有中国这么高 道理就是因为他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全民动员 如果你把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放一边 你就看客观事实 很多问题是可以解释 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你要用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 就麻烦了 他先上来说你这叫做共产革命 那有几个农民分地的时候 知道这叫做共产主义 如果你不用他的意识形态 你就回过头来 你就说我换一句话说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耕者有气田 这是中国几千年农民的诉求 中国历朝历代 新的一代朝代的帝王上台 都要干一件事 不仅军田还在免赴 老百姓就被拥护你了 这朝代就稳定了 所以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 如果你按照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 就一定要把这说成共产主义 因此你们是共产党统治 你们是共产主义国家 为什么 因为你们搞了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这件事情 可以被西方意识形态 用多种东西来解释 当然苏联控制的意识形态 也可以解释 他把你解释成什么 解释成这叫做民主革命 你们也知道所谓 New Democratism 这是苏联给定的意识形态 就是你们的土地革命 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好了 你不用他的意识形态 你没法说话 你不用美国的意识形态 你今天也没法说话 所以今天很多人 特别是在知识界 大家所使用的这个话语体系 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冷战意识形态 所给定的概念 给定的话语 在思考问题 稍微你要是跳开 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我刚才问你问题 庚哲有其田是几千年来农民的诉求 君田缅富是历朝历代都做的事 它跟共产主义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没有 那如果你一定要用冷战意识形态 它就是 而我们如果不用那套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可以解释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西方意识形态 所制造的这些概念都先放下 你会发现 闹了半天 这个客观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真的呀 21世纪以后 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 是一个笔烂 一个竞略的机制 那好了 这个笔烂就是比谁更坏嘛 对吧 是一个比谁比谁更坏的机制 所以我们说最后剩下的就是不垮的 但它未必是好的 对吧 客观的去看待这一切 我们才能避免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 说谁好谁坏 其实都不好 你说谁对谁错 未必谁对 可能都有错 可能谁最后垮掉 或者谁最后没垮 那先垮掉的 很可能就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头上了 就都是他不好 比如说苏联解体了 大家都说那苏联怎么怎么不好 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就是控制你的思维 让你不能正常去思考的这套体系 所以我们才得说 要对意识形态化的舆论体系本身 要有一点分析能力 我们才能正常的看待这个客观世界 世纪之交的重大变化 是中国已经成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 与美国它是金融资本第一大国 本来双方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因此双方的矛盾斗争还不是相撞 不在同一个层次 美国高一个层次 它在金融资本阶段 它是第一金融大国 中国是第一产业大国 这两个国家尽管它相向但不撞 现在美国要回调 调到产业资本 实体经济了 那好了 它就会和中国迎面相撞 对那种说21世纪最重要的变化 就是可能会发生美国向产业资本回归 而跟中国迎面相撞 但在本质上 这仍然属于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的矛盾的演进 听不懂这段话吗 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阶段的矛盾 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有多大的进步 就算两个相撞了 就算引发了很激烈的冲突了 这也并不意味着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非正义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不公平 也不意味着什么是自由 什么是集权 都不是 今天的意识形态的这些概念 不能用在资本主义本质上的矛盾上 还是资本主义矛盾 好了 这是一张漫画 画的是美国的和中国的 这个典型的冷战意识形态 这样的漫画 我们在60年代 70年代经常见到 现在重现 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人还停留在冷战意识形态上 说明没有改过来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属于原住民人口大国 亚洲属于原住民大陆 这个概念 现在在人文社会科技里面中很少有人用 某种意义上是我提出的 这概念是 我提出之后被很多人质疑 特别是西方人质疑 反正你们的客家文化是不是也是殖民文化 我们说殖民主义是一个既定的概念 指相对于西方对于世界上其他大陆的殖民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 比如说这个从汉代开始 就不断有北方的家族南下 到唐末宋末 每一个朝代的末期 都有中原大族遭遇战乱而举家南迁 我们以福建广东这一带的客家为例 每一个客家都能够在中原找到他们的根 他们从哪来的 这些其实是历史上长期演变所形成的一个过程 就是客家文化 但客家文化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史上 靠奴隶之三角贸易来发财的殖民主义 因此殖民主义是有特定概念的 当我们说到原住民大陆 原住民国家 原住民大陆和原住民国家 为什么它能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呢 是因为它本来已经长期维持了国家形态 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国家有多少年了 你们很难想象 什么叫做原住民国家的国家形态 我们现在的考古 能一直寻愿上述到四千年前 但是你在西方国家 你去找国家史 就有国家史的国家 你能找到几个呢 别说四千年 找四百年 美国不是 美国多少年国家史 知道吗 1776 到现在为止只有三百多年的国家历史 德国 算是欧洲的领导国家 德国的国家史 多少年 作为一个国家存在 想想 在它作为国家存在之前 它是一个三百多个小邦 三百多个小邦聚集的地理概念 德国人是在1872年攻占巴黎之后 宣布 德意志帝国 作为一个国家 正式成立 如果稍微往上推一点 大概也就算了183几年 威廉二世 这个皇帝 和彼斯麦 这个铁血宰相 完成对德意志 现有领土面积的小邦国的兼并 成为一个所谓德意志国家 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很短的 那你们去看意大利 大概1847年 到现在多少年了 算算 两百多年 德国 意大利 如果你们再去看法国 法国号称 14世纪立国 立国很早 但如果你去到法国的博物馆 你去查 你会发现 什么叫立国呢 在某一个小镇上打了一仗 宣布我建立国家了 然后就说 这是法兰西最早的 这个国家形态 你就在一镇上 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们去看看 比如像西班牙 什么时候立国的 直到16世纪之前 这个西班牙的相当大面积的土地 还是被阿拉伯人占着的 所以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你在欧洲这块版图上 找不到成形的国家 所以它才一定要形成一套话语 关于国家的话语 什么叫做Nation State 以这个概念来排斥 像亚洲这个原住民大陆上 所有的国家 你们都不是 因此只承认什么呢 只承认你们是一种Civilization 你不是Nation State 有一次我在北京 在我们人民大学开会 几个欧洲人在讲 中国是一个很晚才成为Nation State的国家 我说有没有搞错 当然不是用广东话文的幽谋搞错 我说 我说 中国是一个有四千年国家史的国家 这个国家史不是你们所说的 你们是1647年 Vistaflaya条约体系 大家打不动了 才承认在现有边界上所形成的authority是国家了 你们不是通过某种文化演变 不是通过某种国家政权建设 不是这东西 你们和我们完全不是一套体系 因此当我们回到上层建筑 回到意识形态 回到基本的问题上讨论的时候 你们得看到 其实整个欧洲在文艺复兴的 这个过程中间所形成的全套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包括全套的文学体系 都只代表西方 只代表欧洲 所以我们才说 它是因为殖民化 在一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 这个小小的边上 还就是那几个边缘国家 连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国家都不是 是什么呢 是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 就是这几个岛 边缘的岛上 或者是边缘的半岛上 所形成的这些kingdom 因为打仗打穷了 所以海盗出去 去掠夺财富 接着就是奴隶贸易 然后就是奴隶制的三角贸易 然后形成了对四个大陆的占领 北美洲南美洲澳洲非洲 才使得欧洲成了世界中心 才有了eurocentric 而你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们的教科书 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学校 都要请洋人来教学 其实传递的是eurocentric the cultural system 你说我们今天的结构现代化 如果不结构到这样的层次上 我们是很难使你们真的有所醒悟的 我们今天所讲授的一切 包括我在国内的学校 所讲的一切 离开了西方教科书 我们能讲什么 我们能不能从四千年前讲起 我现在正在试图恢复 我想从一万年前讲起 一万年前人类有了原始农业 原始农业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人们要聚落而居 因为农业是需要大家在一起的 你必须在一起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劳动力 来开拓耕地 更何况亚洲它是一个季风性气候 它的水热条件是不均衡的 它的降雨是有明显的季节差别的 所以搞农业就得有水利 而中国最早的国家建设 被我们叫做水利国 以水利国 其原因就在于 当你想在本村搞水利的时候 你能搞 一个村的人就能搞 或者一个村庄的部落就能搞 但是当你遭遇洪水的时候 注意气候暖化了 气候变迁是这样的 气候暖化的时候 气候升温了 大量的冰川水溶水下来了 再加上降雨增多了 所以在西方出现了诺亚方舟 在东方就出现了大雨治水 大雨治水是不可能一个部落来治的 因为大雨的治水方式是疏导 就是要把洪水倒向大海 那它就得联合所有的部落 沿着那个洪水来的 所有的部落就得联合 一联合就产生了部落联盟 最早的国家形态起于治水 这个治水是引导洪水通过 而不是堵塞 所以大雨的父亲治水失败 是因为它堵大雨是倒 就疏导 因此大雨成了中国古代 第一个以水利国的国家的元首 它和西方不一样 西方是什么呢 西方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是战争 是阶级压迫 导致了国家的出现 先说私人财产 因为私人财产的保存 而形成了对国家政治的要求等等 这个马克思讲的有道理 但那只是西方 在东方农业社会 长期以来是一种 必须依水而居 才能维持农业生存的 这样一种生存方式 所以我们说四千年前的大雨之水 是以水利国的国家形态 不同于西方上层建筑的一个解释 我们再往这个年代看 同样是因为气候暖化 水不断的下来 早期中国还有一个梁珠古国 在浙江江苏这一带 大雨是如果是在黄河这一带的话 那浙江江苏那个长江流域那一带呢 也有古代国家 也是同时期的 差不多四千年前 梁珠古国能够从山里边 那个山水下来 它一道一道打坝 能打十个坝 也就意味着梁珠古国 仍然执行的是 大雨他父亲的那套堵的办法 一直堵到这个梁珠古城 它是挖湖城河的 绕着这个城挖一圈河 水下来的时候 那些坝没挡住 它能够留得走 所以中国古代的国家形势 不是战争造成的 不是压迫造成的 而是水利水患 利用水利形成部落 形成村庄 那防治水患 就形成了村庄之间的联盟 也就是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就是早期的国家形态 所以我们客观地看 中国历史上 如果你去讨论上层建筑 你去看 国家形态的产生 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样国家形态 一直延续下来 它就必须得强调 它因水利国而提出的输导方针 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压迫 镇压 它就是一个疏导的 国家政治战略 也因此才有所谓 民可在州 以可复州 这样的古训 所以我们客观地看这样一个 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形态 完全不可以用 1647年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 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上 大家都打累了 打不动了 然后咱们以现有的疆界 来形成你的所谓政权 这就叫做国家 这就叫做划定了民族国家的疆界 形成了所谓民族国家的协议条约 这是西方历史 放到东方 根本就不是1647年 而是4000年前 这个国家演变 演变了差不多2000年 才逐渐逐渐演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国家统治形态 今天我们看4000年前的事 我们看2000年前的事 2000年前最大的变故 无外乎就是秦汉大帝国的产生 和秦汉大帝国产生同时期 是沿地中海的西罗马帝国 几乎在同一时代 诺亚一家是因为善嘛 所以他就造船了嘛 上帝给他一起是来打洪水 你们得躲起来 你们上船 来 就有了善恶的这个说法 而在我们这没有这说法 我们说法是什么呢 我们把善恶的判断 就是大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国之君 在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听说过吗 这听说过这个故事 他为啥一定要三过家门而不入呢 当然一方面是工作太忙 另外一方面 你们想想 他要联合各个部落 他要是一过家门就进去了 三天不出来 他怎么能够让各个部落的人扶他 所以以德扶人 以德治国 这乃是东方国家的政治传统 而以法治国 这不是东方国家的政治传统 当然也不能说不对 我们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我们只是说 你们看 不同的国家立国的方式 导致了不同的治国理政的传统 所以你们看这个演化到后来 我们说穿越一下 一直演化到2000年前 秦汉帝国成立的时候 秦汉帝国是什么呢 超大型的大陆帝国 就在整个亚洲大陆的这一大片 形成了秦汉大帝国 它是一个内陆疆域 空前广大的帝国 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 因为还出过图 告诉你们大陆帝国 和海洋帝国之间的差别 路权竞争和海权竞争的差别 我记得以前讲过的 那为什么西罗马是海权帝国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国家 我给你们出过图 讲它的边 它是一个边 它是所有的西罗马的疆域 都是沿着地中海设的 它是一个环 中间是地中海 当它打下了那个图尼斯 加泰基 摧毁了加泰基城 消灭了整个加泰基国 70万人打到 把加泰基人杀到剩3万 最终完成了 对整个地中海沿岸的统治的时候 它建立的是一个环形帝国 没有内陆纵深 你可以比出来不一样的东西了 一个环形帝国 它要的什么 要的是港口 要的是运输 要的是商贸 贸易 它对于所有周边 这些地区 就内陆纵深 欧洲也好 非洲也好 西亚也好 内陆纵深 全部是它掠夺的地方 采集奴隶的地方 因此它是个奴隶制的大帝国 今天我们复兴 罗马希腊 罗马文化 千万别忘了 那是奴隶制文化 所以希腊罗马的城邦门名 自由民制度全部指的是奴隶主阶级 而不是奴隶 奴隶占整个欧洲 亚洲 非洲 这一带 罗马帝国控制的一带 占90% 自由民阶级 奴隶主阶级只占10% 因此那套制度只适用于10% 这要听明白 因为周边是奴隶 奴隶掠夺地带 所以罗马人只控制了沿海的商贸港口 形成了一个环形帝国 环形帝国没有内陆纵身 内陆纵身是他的敌人 因为他奴隶制的掠夺人家 因此人家是他的敌人 所以才导致他容易被灭亡 他没有防御的内陆纵身 而为什么秦汉大帝国建立起来以后 中国能够存在几千年 历史上唯一没有灭亡的古代文明 就剩中国 四大古代文明三个都灭亡了 就剩中国一个 为什么他不灭亡 是因为自秦汉以来 他就不再是封建制了 你们脑子里学的都是 中国几千年封建制 错了 他自秦汉以来 就是中央制 不再是封建制 我刚才讲的德国1832年之前 是一个几百个小邦 他不是国家 那是封建制 分散成小邦 那叫封建制 封你为一个小国的国王 山头上建一个小城堡 周围有几个村 你就是国王了 比中国可能连个镇长都不是 但他是king 这套是在欧洲 欧洲是成千上万个小邦 构成的这样一个 所谓欧洲的国家政治的 分散板块 而在中国 在这个亚洲大陆上 长期形成的是一个 相对比较集中的 国家制的这样一个体系 自秦舍36郡 统治全中国以来 36郡都是通高速公路的 世界上第一套 直接通郡县的高速公路系统 就是秦始皇造的 所以对开双车道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开四车道 没有那么高的建设能力 但是对开双车道 驾着马 拉着车 能对着开过去 就对着跑过去 这样的高速路直到 是秦朝修的 为什么 为了36郡县在有军情的时候 能够迅速的集中兵员 运送粮草 通过这个高速路系统 能够运到边境上 然后秦连六国长城 什么意思呢 形成信息系统 这个长城是举风火的 不是打仗的 所以你们看今天拍的那个电影 拍长城 那是胡闹 那是鬼片吗 那不是真的 真的长城是干什么的 长城是点风火为号 风火连成一条线 风火连线 知道敌人是这么来的 这个风火从这拐弯了 敌人从这拐过来 风火连成线 你就知道 你要往哪个方向集结兵率 去迎击敌人的侵略 这是为什么 又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 和南边的这些农耕民族之间 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这没有办法 一旦气候变暖 气候暖化的时候 农耕民族就不断向北移 就把能够农耕的土地 就占有了 变成农业用地了 而一旦气候变冷 北方民族被大雪覆盖 它的草根本不能吃了 就得连牲口带老牌子一起 用车拉着往南下 来的是整个部落 而不是单个的士兵 不是单个的军队 是整个部落 它必须是移动的 而移动到汉族地区 移动到这个农耕地区 它是只要地长草 养牲口不要人 因此一定是大规模杀戮的 这只要是北方民族南下 气候变冷 南方的这些 所谓农耕民族 一定是被灭族的 大规模被砍杀的 只要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能够集中兵源 集中粮草 用迟到 用这个所谓高速路 送到北方边境 只要没有长城传递信号 那农耕民族所受到的摧残 就是非常惨痛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历朝历代 中国的古代文化都信仰大一统 是因为它弱小 而这套体系在西方是没有的 为什么我们说讲 你不能完全按照冷战意识形态和后冷战意识形态思考问题 是因为你们了解历史 你们就会知道 冷战意识形态只是二战之后才建立一套非常落后的 某种程度上甚至愚昧的这套体系 这个话语体系至今这么愚昧还能控制人类 特别是控制我们这么聪明的中国人 被他们控制成这样 尤其是高校知识分子 甚至你要动一动 他都跟你要动他爹娘一样的感觉 如丧考比 这就非常糟糕 所以这次讲解构现代化 我花点时间来解构西方给定的意识形态化与体系 从古代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给大家说起 讲讲这个差异是怎么回事 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积极的角度去参考 我不要求大家接受 因为很可能和现在你们教科书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是我拿了重大项目做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 我们来研究历史到底怎么变迁的怎么回事 我以前给你们讲课的时候给你们出过那个图 在北北三十四度线上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在北北三十四度线 为什么南北没有 为什么就在北北三十四度线上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如果按照现代自然科学很好理解 就是因为世界上几个大陆板块和大洋板块 它是不断运动的 你们知道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斯光 他提出的板块学说 印度斯大陆板块被印度洋板块推着 撞上了亚洲大陆的青岸高原这块 一撞就撞起了一个喜马拉雅山 撞起喜马拉雅山同时带出了地表的折皱 就出了横断山脉这都是板块学说给出的解释 不多讲这个道理了 我们只是说稍微穿越一下 你就知道其实并不是人类的能力导致的这些变化 而是自然界它所导致的这样重大的变化 这个重大的变化客观上就导致你的地理资源 特别是表层地理资源 我们叫做前表地理资源 一定是被气候代决定的 不是人为的 所以欧洲有欧洲气候代 亚洲有亚洲气候代 亚洲的南亚气候代和东南亚气候代是不一样的 和中国大陆这个大陆板块气候代是不一样的 因为气候代不一样 而导致前表地理资源的差异极大 那人类是依存的什么呢 人类依存的是前表地理资源 因为早期人类是没有办法去挖矿的 它没有能力 它只能依存于表面上长什么 它吃什么 所以人类的进步实际上一个逐渐逐渐的过程 当前表地理资源因气候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时候 大呼吸来的时候 他一定得想办法 那欧洲人想办法就造一大木船 把各种各样的牲口啊什么人呢装进去 坏人不要 自己一家人装上去 然后再带点什么各种各样的牲口 是典型的一个个体主义嘛 而你在东方呢 因为它是农业社会了 农业社会就一定要联合所有的农业各个部落 共同的疏导洪水了 这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不一样啊 它为什么不去造个大船呢 因为它不是你那个欧洲的气候带 欧洲那个气候带上为什么造大船呢 是因为欧洲这个气候带很有意思 它这个整个欧洲半岛 除了它这个大船板块撞击形成的阿尔比斯山 这个山是在欧洲半岛上形成屏障之外 整个欧洲半岛的西部 就中西部全部是平原河流密布啊 所以气候变暖的时候 大量的水下来的时候 那船就飘起来了 它就能坐着船就滑走了 所以它当然它符合那个气候条件下的 那种资源条件 也因此形成的这个所谓诺亚方舟的解释 对欧洲人来说 它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此它传承到今天变成了一个宗教故事 人们甚至因此 以宗教故事来确定善恶好坏 对吧 诺亚一家是因为善嘛 所以他就造船了嘛 上帝给他一起是来打洪水 你们得躲起来 你们上船 来就有了善恶的这个说法 而在我们这没有这说法 我们说法是什么呢 我们把善恶的判断就是 大宇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国之君 在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他为啥一定要三过家门而不入呢 你们想想 他要联合各个部落 他要是一过家门就进去了 三天不出来 怎么能够 让各个部落的人扶他 所以以德扶人 以德治国 这乃是东方国家的政治传统 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 因为还出过图告诉你们 这个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之间的差别 路权竞争和海权竞争的差别 我记得以前讲过的呀 那为什么西罗马是海权帝国呢 是因为它是个环形的国家嘛 所有的西罗马的疆域 都是沿着地中海设的 它是一个环 而中间是地中海 周边是奴隶掠夺地带 所以罗马人只控制了沿海的商贸港口 形成了一个环形帝国 环形帝国没有内陆纵深 内陆纵深是他的敌人 因为他奴隶制的掠夺人家 因此人家是他的敌人 所以才导致他容易被灭亡 他没有防御的内陆纵深 而为什么秦汉大帝国建立起来以后 中国能够存在几千年 历史上唯一没有灭亡的古代文明 就剩中国 四大古代文明三个都灭亡了 就剩中国一个 为什么它不灭亡 是因为自秦汉以来 它就不再是封建制了 你们脑子里学的都是 中国几千年封建制错了 它自秦汉以来 就是中央制 不再是封建制 为什么中国人历朝历代 中国的古代文化都信仰大一统 又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 和南边的这些农耕民族之间 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这没有办法 一旦气候变暖 气候暖化的时候 农耕民族就不断向北溢 就把能够农耕的土地占有了 变成农业用地了 而一旦气候变冷 北方民族被大雪覆盖 它的草根本不能吃了 就得连牲口带老婆孩子一起 用车拉着往南下 来的是整个部落 而不是单个的士兵 不是单个的军队 是整个部落 它必须是移动的 而移动到汉族地区 移动到这个农耕地区 它是只要地长草养牲口不要人 因此一定是大规模杀戮的 所以只要是北方民族南下 气候变冷 南方的这些所谓农耕民族 一定是被灭族的 大规模被砍杀的 只要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能够集中兵源 集中粮草 用池道 用这个所谓高速路 送到北方边境 只要没有长城传递信号 那农耕民族所受到的摧残 就是非常惨痛的 但你也不能怪人家北方民族南下 是因为你农耕你得存三年粮 家有三年粮 这是常态 农耕有一种叫storage culture 住藏的文化 它是每个村都有藏 每个家都有藏 所以它是住存的 因此北方只要发生雪灾 或者冻土袋 它冻了 它没有我吃了 一定到南边来 因为你们每家都有存粮 就不拿你们的拿谁的 因此这个南方北方的这样 这个摆布 这个摆动 它就是历史上一个客观存在 而这套体系 在西方是没有的 其实这也不能是我的研究 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 1978年 你们还没出生呢吗 1978年到1979年 说起来就有点 沧桑感了 1978年到1979年的时候 我得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让我去给当年的右派 做平反改正 这些人中间就有 后来对我有影响的那种 我是给他们写了一个平反报告的 当然我也直接负责处理他们的档案 那我阅读了大量的当年的右派档案 就发现 早在50年代 就一批当时的学者 不认同现在给定的这套说法 一个线性的思维 人类社会一定是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到资本领社会 资本领社会到共产党领社会 这套说法 早年就有人说不是这样 你们说的只是欧洲的 也说的也只是欧洲的一部分 人类社会非常复杂 不是你们说的 跟他们讨论 对他们当年的思想就有所了解 他们当年在他们之前 是被打成托洛斯基派 听说过托洛斯基吗 是俄国早期革命家 也是俄国早期跟列宁齐名的思想家 甚至是军事家 他后来被斯大林收拾了 那是后来的事 托洛斯基也是主张 在亚洲不是欧洲的历史发展线索 所以我说不是我的思想 而是我从早期的学者们那儿 接过来的一个解释 再加上我们后来有一些机会 更进一步去做这些了解 那就在我现在的研究中呢 就增加了一块 世界上的气候变迁历史 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包括对国家形态变迁的影响 这部分内容 我现在还仍然在做 这部分研究还在做 还没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可能会出本书 重新解释这个过程 这其实也应该说 有很多前辈 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前任院长 70年代 朱可真 你说起来你们又没出生 朱可真早在你们没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了 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 国家周期的相关性分析 但这是个假说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 被人类社会当代的 气候变迁研究所证明 越是这种科学研究证明的多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一定沿着 西方话语体系的思路去走 你就是不可能理解这一切 所以我今天讲的很多道理呢 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从上面的以上的结论呢 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是不同资源禀赋下的原始积累方式 形成不同的制度 并导致此后的路径依赖 不同资源禀赋 我刚才讲到古代就是这样 到了近现代还是这样 打比方 印度再学习西方 印度也绝对变不成西方 它的资源禀赋就是这样 印度斯大陆 这么少的国土面积 这么多的人 它怎么可能变成西方呢 西方是把大量的人口移出之后 才有西方现在的样子 我跟西方人讨论其实很直白 我说如果把你们在海外的人口 你们的后裔 和你们在海外混血人口 都搬回欧洲 十个亿以上 十个亿的欧洲人 在这么小的地盘上 你们要不打破了头 那才算见鬼 你们有什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不爱什么 都没有了 打嘛 没有资源了 我们看因为它占了四开大路 把原住民干掉了 才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呀 如果不是这样 你们怎么有呢 所以不是因为你们善 对吧 当然也不能说是恶 就是它就是一个客观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大家要明白 这个 今天看这个 这个世界格局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只要不是通过革命来建立国家主权 只要你是谈判交易 保留有原来宗主国在你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 没有一个趴得起来的 你们去找 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找 找不到 非暴力革命 通过谈判交易 获得了国家主权 你一定是在交易中让渡了某些权利 让渡了某些利益 我们举曼德拉 你们都知道他是黑人革命的领袖 南非 第一任总统 对吧 但他放弃暴力革命 主持一个和平谈判 从白人手里获取了政权 变成了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 第一个黑人政权之后 怎么着呢 大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 让渡给了宗主国 让渡给了西方跨国集团 他对黑人兄弟所做的任何政治承诺 都没法兑现 因为资源开采 产生的收益 在跨国公司手里 如果资源的权利 你的土地被跨国公司占有了 他根本不考虑你有多少饥饿的老百姓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是为了占有世界粮食市场的 一样南非这么好的资源 但这些资源被跨国公司占有 他就不可能把跨国公司占有的资源 形成的收益 拿来交给这个黑人政府 因此 尽管这个黑人政府 完全照搬了白人殖民者 留下的全部上层建筑 议会 什么大学 什么自由媒体 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怎么样呢 仍然是一个 很落后的这么一种状态 到处充满了暴力冲突 所以我们说 通过交易来形成国家主权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往往意味着严重的负外不幸 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任何用于本国进入产业资本阶段的原始积累能力 那后续的路径演变 你们大家都当然都看到了 曼德拉又得和平奖 然后又是他去世的时候 世界所有的各个大国 特别是西方大国总统都到了 大家给他极高的评价 西方人很清楚 你们这么做才是我们欢迎的 如果你们像毛泽东那样做 去搞土地革命 那西方绝对不会是欢迎的 因为那个结果 毛泽东土地革命结果是所有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 一概被没收 这个财产变成什么呢 变成国家资本 旧政府所有的财产被没收 变成国家资本 无论你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谁的 你们在中国所形成的全部财产 一概没收 因为你们是帝国主义 你们在中国形成财产是剥削 就一套革命理论 你就没办法去讨论了 因为大家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内 所以暴力革命建立的国家 最大的正外不幸 就是所有的敌对势力的财产 全部没收 变成了这个国家资本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革命 为什么它有正外不幸 它也完全不必按照西方的模式 来建立本国的政治体制 所以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 两种不同的解释 对方一定要把你妖魔化 说你是非常非常的darkness 而你自己解释会清楚 因为你说的一切也是他的话语 你怎么能解释呢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分析 相对来讲 有比较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于我们能够重新解释 我们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从哪来 where we come from where we are where we are going to 我们能够做出这条解释 才叫做真学问 如果你连你从哪来 你在哪 你向哪去都解释不了 那叫做学问 那叫做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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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真学问